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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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棺材不流眼泪 不能再做了 干脆一把火搞定 到时候他们不得不买 好的老大 王振威先生 你对李冠才说了一句 干脆一把火搞定 你还说没指使他放火 公司在收购过程中 遇到了麻烦 我正好在气头上 说了几句气话 这也能当真啊 我生气随口说一句 要杀他全家 难道我真的会去杀 那我岂不是每天得杀很多人 法官哥想 我没有问题了 谢谢大家赏脸 参加业主烈安法团举办的 两天一夜中山之旅 真是 干吗 打给利仔啊 他忙的 这两天都没时间来见我 所以我准备给他发语音 儿子儿子 老爸去中山玩 这两天呢 家务事你自己解决 冰箱里那碗卤菜 你饿了就热来吃 接着要吃 前两天送去干洗的西装 你急着穿的话 自己去拿 不急呢 等我两天后回来帮你拿 你信箱里有张水费单 下班把它拿回家 那有时间就叫 要没时间 还是等我回来交 喂 福伯 我们只是去中山 玩两天而已 你至于说这么多吗 跟交代后事一样 我我配 少给我乌鸦嘴 我们都一把年计了 百无尽计啊 一把年计了 就应该戒烟 多活几年 已经抽了几十年了 能戒 早就戒了 大火计呢 福伯 给我大火计 你抽烟抽糊涂了 明知道我不抽烟 找我要大火计 岂不是找活要输的 我那天给了你一个大火计啊 哪天呢 抓棺材丁那天啊 我还以为你有带出来 那个大火计可是证了 我交给警方程上法庭了 那大火计是我呢 那天我打完麻将回去 看到媒介店门口 围着很多人就凑惠看热闹 我撑完音 看到你低着头不知道在找什么 听街坊说你想找大火计 我就把我的给你了 意思是你给我的大火计是你平时用的 对呀 我以为你要用打火计 你真是抽烟抽糊涂了 我们这样算不算提供假的证捕啊 会不会坐牢 要不要去自首啊 别这么紧张 我们又不是故意的不小心弄错的吗 不知者无罪啊 听我儿子说那些骨子啊 戴着手套 政府上没有他们的指纹 所以不管哪个大火计都是一样的 你说的有道理啊 就算没那个大火计 像你说的其实监控系统 已经拍到那些人放火了嘛 对啊 没事的 我也觉得没关系 喂喂喂 车已经到了 你们到底要不要去啊 快走啊 上车啊 来了来了 儿子 屠后在放火的案子啊 我给警方的打火计弄错了 现在你们手上那个 其实是陈伯的 不是土货载的 不过其他的人争无证冲锁对吧 那个打火机可有可无吧 伯伯 开车了 哎 我现在要上车了 回来再说 哎 来了 来了 尼瑟 我收到消息 PPRB那边说警讯 想跟OG的小队指挥官做个访问 莫瑟说让他们访问你啊 例行公事 至于这么兴奋吗 莫瑟要他们找你 而不是找森瑟 肯定是看你就快搞定牛威 要立大功了 所以特别气壮你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你的创作力和想象力呢 留着跟妹头约会的时候用啊 不是啊 今年升职的人肯定是你 我帮你跟PPRB那边约时间 顺便定位子 庆祝庆祝 顾白三儿 老爸 儿子儿子 老爸去中山玩 这两天呢 家务事你自己解决 冰箱里那碗卤菜 你饿的就热来吃 接着要吃 前两天送去干洗的西装 你急着穿的话自己去拿 不急呢 等我两天后回来帮你拿 你死不死成 第一被告王振威在桑拿房的确有说 不能再拖了 干脆一把火搞定 到时候他们不得不卖 当时他有没有指名道姓对你说 又或者明示暗示叫你那么做 真的没有啊 我还以为他在跟别人说话 我放火的只是为了要报仇而已 没有人指使他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各位陪审人 有一点我想强调 就是我当事的第二被告李冠才已经承认 放火只是为了要报仇 而我另外一位当事人王振威先生 他当时那几句只不过是在气头上说的话 从头到尾都不是对李冠才的命令 绝对没有任何教唆成本 何先生你是声闻专家 请问一下经过降噪处理的录音 音质怎么样呢 经过降噪处理之后 原声的确是有可能会受损 照你这么说 录音经过这种处理之后 一定会有瑕疵 这么理解对吗 是可以这么理解 各位陪审人 三大房那段录音 经过特别处理之后 音质方面存在问题 不能完全肯定 那两个声音是属于我当事人和第二被告 辩方律师提到 录音里的两个声音并不能完全肯定属于被告 邓先生 作为一名专业法证人员 请问有什么看法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 也就是你觉得那两个声音是属于两名被告 有没有证据 有 我们已经做过声闻鉴定了 简单来说声闻就跟我们的指纹一样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在经过专业鉴定之后 可以确定录音里的两个声音 分别属于第一被告王振威 还有第二被告李冠才 我不付那么高的律师费给你 你每句话都被人家反驳废物 像你这样的废物 我是在外面啊 肯定会打爆你的头 王先生 控方有人证物证 其实这场官司很难打的 不拿我干嘛付那么多钱 说 还能怎么打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说呀 那你可以 选认罪 我帮你求情 你该死的 要认罪 你马上给我消失 我要换律师 刚跟检空那边开完会 这个案子十拿九稳 他们说肯定能起诉牛威 我当结案了 可以准备吃饭庆祝了 牛威出了名的男对付 竟被尼瑟拿下了 厉害 好 超额完成任务 阿森纳 你也不赖 连破几个大案子 刚才开大会呢 处长呢 点名表扬你们两个 现在所有高层 都知道我带出了两匹千里马 我多有面子 莫斯尔 实在是辛苦你了 什么时候再帮我们操练啊 没有我这个伯乐 你们哪能自由自在跑这么爽啊 但是不能太骄傲 记住 加把劲多跑两圈 很快就是退休潮 上面很多好位子腾出来 你们不用抢 两个我都看好 到时候一起升上去 好 儿子 儿子 老爸回来了 冰箱里有糖水 自己拿 纵火案还没忙完 还要看这么多文件 纵火案已经差不多了 十拿九稳 这是个新案子 你头儿很器重你嘛 大案一个接一个 优秀 看来你还得接着忙 教室肯定没时间管 来 把你的水费单给我 我帮你救 什么水费单啊 我去中山之前 发语音给你 说信箱有水费单 要你去拿 你的语音 讲的都是琐事 根本不重要 我听了两三段 就没有继续听了 那你肯定没听最后那段 你肯定不知道 打火机那些事 什么打火机 是这样 我弄错了 我给你们的正午打火机 不是棺材钉用来放火那个 是陈伯他自己的 你当时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 我出发去中山那天 见到陈伯才知道 你怎么会弄错啊 这是 这是很严重的事啊 真的很严重吗 当然了 他已经被当成政务成交法庭 被发现的麻烦大了 糟了 我去你那附近找找 说不定还能找到 你你不要说了 让我想想应该怎么做行了 我不管 一定要试试 说不定还在那儿呢 喂 老爸你去哪儿啊 等我 老爸 很晚了 你回家睡觉 我自己找就行了 糟了这么久 不知道会不会被清洁大神 当成垃圾清理掉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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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要你别找了 都流血了 哎呀 都是我的错 太大意 以为有监控录像 和人家就能起诉棺材钉 以为打火机是可有可无了 不是啊 你让我继续找 我不想连累你 这件事不能全怪你 其实现在案子已经审得差不多了 棺材钉承认放火 还有一段录音 证明是牛威指使 证据确凿 陪审团应该心里有数 不会再有什么变数 说的对 打火机又不是什么重要证物 就算没有 还有很多其他证据嘛 这个案子的重点 的确不在打火机上 没事的 没事的一定没事的 打火机都差不多啊 说不定棺材钉的打火机 刚好和陈伯的一模一样呢 打火机看起来都差不多 不要节外生枝 不说没人知道 很晚了 回家休息 走 走 走 钟大壮 你还真大牌啊 第一次来见我就迟到 我准时到了 是这里职员动作太慢 我不跟女人吵 不过我告诉你 我出来混这么久 从来不靠女人 不过 既然那么多人推荐你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试着帮我 如果你真希望我帮你脱罪的话 麻烦你不要浪费时间 把整件事 从头到尾说一遍给我听 任何细节都不可疑论 OK 好 好 我倒要看你 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 你 莫塞 游戏极堵 我即可爱 待会儿再说 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尤薇啊 刚才跟法庭申请延期 说要换律师 他请的 是你女朋友钟大壮 没听说 还想跟你打听呢 你知道 你女朋友伶牙俐齿 死的都能说成活的 不过现在 官司快打完了 政绩确凿 没有机会了 我想钟大壮 最多只能帮牛威求求情 减减刑而已 别担心 继续忙你的 抱歉啊 今天刚好接了个案子 很多文件要看 我忙到连时间都忘了 好 其实呢 你怎么说也是 真的什么官司都要接 你是不是知道 我会接手牛威的官司 我只是不想跟你对立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你是警察 我是律师 总有你是检控 我是辩护的时候 之前消失的子弹那个案子 我们也是对立的 有什么问题 当时我们还没在一起 现在关系不同了 对立多少会有些尴尬的 那照你这么说 如果你们处长的太太是大律师 那就完了 所有案子都跟警务处处长有关 躲不掉 除非你要我 像你爸说的那样 不当大律师 黑嫂啊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尼克 我知道你紧张案子 不过我们都是专业人士 要公私分明 我们的关系 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但是这场官司 牛威输定了 我怕影响你的名声 作为律师 我不是只在乎输赢的 就算知道会输 我也可以帮他求情 帮他争取减刑吗 谢谢 谢谢 那好吧 那我就只跟你聊私事 我们聊聊哪天去医斗旅行可以打 可以啊 真是棘手 虽然物证上没有李冠才的指纹 但都是在现场捡获的 还有人证 物证这条路行不通 就这么看 政务方面的确没漏洞 能不能从人证着手 我看过他们做的笔录 描述的情况 跟建构录像拍到的 其实不一样 跟事实出入不算太大 街坊只是希望棺材丁被判刑 所以夸张了一点 何止一点呢 监控录像明明拍到三个人放火 他们说十几个手下 明明只拍到了 点燃了店铺前面的一点杂物 他们却说点燃了店铺的大门 虽然呢是夸张了一点 但他们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不矛盾 但凭那一点点出入 根本没法推翻 但是这已经是我们唯一 可以打的合理疑点 不从这点着手 那就要想一想 怎么帮他们求情了 走吧 你去他们住的地方 我就去冻肉店问一问 看有没有新发现 ож良风 Night 小姐 你很面熟啊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钟大壮 栗仔的女朋友 你认识那个 我是这里的老板 梅姐 她是陈伯 我们跟福伯 栗仔都很熟 有什么能帮你的 我是王振威的辩护律师 想了解一下案发当天的情况 可不可以问你几句 我要做生意的 别在这儿碍事了 走走走 我不会打扰你很久的 聊几句啊 你助纣为虐 太坏了 要说的我已经跟警察说了 你走啊 梅姐 梅姐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风口浪尖 你还是走吧 我是为你好啊 你是陈伯 栗仔的女朋友啊 你这么漂亮 这么优秀 就别帮他们黑社会打官司了 陈伯 请问案发当天 你也在现场吗 这案子已经审得差不多了 那两个蛊惑仔逃不掉的 其实你没必要白费心血 根本就不可能赢的 林陈伯 你的打火机上面那几个蛇子 北河确会啊 我在那边拿的 能不能把打火机寄给我看看 这打火机只有这家麻将管有吗 对 是他们自己出的 用来送客人 外面买不到 你能不能把打火机送给我 只要你走 别在这里找麻烦 我当然可以送给你 好 没问题 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你有没有去土瓜湾北河确会打过麻将 什么北河确会 小姐 没印象 这个 是不是你用来放火的同类型打火机 是吧 连颜色都一样 谁记得什么颜色 小姐 我非常确定 我是在便利店买的 没有去 你确定 你的那个打火机上面没有字的 没字的便宜吗 有点 蓝萝卜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要我去作证啊 案子已经快省完了 还要我们去说什么呢 我们的政工明明是对他们不利的嘛 我问问我 就这样 今天轮到你迟到 很忙 忙了一整天都没停过 在想怎么帮牛威和棺材丁求情吧 七七八八啦 看来剩下的二二三三很神秘啊 要传召我老爸和陈伯尚庭作证 这个问题是一个机密 只是好奇 明明他们的政工对你的当事人是完全不利的 我都说了这是机密了 加上你是控方 我是辩方 有利益冲突的 Nexer 我决定行驶我的肩膜前 好 公司分明 我知道 那 你自己也说了公司分明了 我知道你很紧张你的案子 不过你要记住 不能把工作情绪带到生活中 保证 好 我答应你 不在私人时间谈公事 嗯 沈洪福先生 请你讲述案发当天的经过 那天我跟街坊们藏在东柔天附近的一个空店部里盯着监控录像 然后没多久就看到棺材丁 也就是第二被告 他呢带着两个手下 鬼鬼祟祟的走到东柔店门口 之后我们就拿起扫把木棍之类的冲出去看他们在搞什么鬼 果然被我们逮到他们在放火 你有没有亲眼看到第二被告点火 有 我亲眼看到他按下打火机点火 我聪明了 那群街坊呢只顾着用灭火器救火 但是我去捡他们点火用的打火机 你有没有捡到 有啊 那是重要证物嘛 警察来了之后我就交给他们 你所说的是这段录像中的情况 对啊 是这段 你说捡到了打火机 但是监控录像拍到打火机后来掉在地上 是 打火机是离开过我的手 但很快又找到了 你说的找到 是不是这段录像中的情况 对啊 陈伯剪刀后交给我 请问陈伯是什么人 他叫陈昭 也是我们的街坊 跟我和梅姐都很熟 请问陈伯那天交给你的 是不是这个打火机 是 是 是这个 打火机上面的字 跟证物一模一样 但是根据李冠才的说法 他用来纵火的打火机 是在便利店买的 上面并没有字 但是当然也不能排除 是李冠才他说否 法官阁下 鉴于陈昭涉及暗中打火机 这项重要证物 我想传召他出庭作证 同意 陈昭先生 案发当天你是不是在现场 是 那天我刚好经过 看到很多人围着梅姐的店 而且有警察 所以我就过去 凑个热闹 那为什么没看到你做笔录呢 因为警察说 我们围观的不用做 帮忙抓人的那些 才要做笔录 当时已经是凌晨时分 你怎么会在那里出现 我当时刚打完麻将 你在哪里打麻将 在北河雀会啊 就在冻肉店那附近嘛 陈伯 请问你是不是有抽烟的习惯 是 我有一个北河雀会的打火机 想给各位陪审员看 怎么那么巧 北河雀会送给客人的打火机 跟正物打火机是一模一样的 反对 辩方律师的提问 完全跟本案无关 法官阁下 这个打火机跟本案有很大关系 接下来我就会解释清楚 反对无效 辩方律师可以继续 根据监控录像片段 及沈胡胡先生的说法 当时是你把打火机交给他 你能不能跟大家说清楚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当时呢 我一边抽烟 一边在那儿看热闹 我抽完烟之后 一转身就看到 福伯在附近到处转 想在找东西 街坊们说他在找打火机 所以我就把打火机给他了 那么打火机是在哪里捡到的 垃圾桶 还是水沟啊 证人 请你回答问题 打火机 不是我捡来的 是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你就是证物打火机 是属于你的 而不是属于第二被告的 是 反过阁下 我想再次传召证人 沈红 沈红福先生 回看记录 洞若殿之前半夜停电 损失惨重 你当时已经一口咬定 是我当事人李灌才所为 但到最后 因为警方没有找到证据 所以没能起诉他们 你是不是因为这样 对我当事人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 所以这次伪造证据 我没有伪造证据 当时兵荒马乱 我看到差不多的打火机 就以为是了 我希望你可以合作 说出事实的真相 我想提醒你 在法庭上给贾政贡 会构成妨碍司法公正 我 我 我 证人 请你记住上庭作证之前的宣誓 政贡必须真实 并且是事实的全部 我们没有串通起来冤枉他 这件事根本是一场误会 我被撞到 打火机掉了 所以到处找 陈伯没搞清楚 以为我需要打火机 所以就把自己的递给我 我以为打火机是他捡的 于是就把它交给了警察 我是后来跟陈伯聊起来 才知道搞错了 我有证人呢 我知道自己搞错之后 就马上发语 给我儿子跟他说了这件事 我们后来还去了动手店 想要找回打火机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我儿子是欧际的高级诸查 他绝对不会说谎 照你这么说 警方早知道这件事 是 其实打火机是不是 关在钉的有什么关系 火的确是他放的 大家都看到监控也拍到了 就连他自己也成人放火 大不了把打火机这项证据 踢除不就行了 由于本案的呈堂证物 出现严重错误 本席要跟检控那边 商议一下 休庭再审 你 刚才我简直被大肆问得 哑口无言 你做事向来依照程序 不用我担心 怎么会发现 政务有问题也不说出来 我看官司已经接近尾声 不想节外生枝 我承认是我疏忽了 我明白 这案子你查了很久 你很想起诉牛威 但是法庭是讲程序和公益的 你这次就当买个写的教训嘛 其实已经算好了 我跟上级说了 已经接纳你跟你父亲的解释 不立案调查妨碍司法公正 但这件事会写到你的行为部里 升职的事暂时别想 你啊 慢慢来啊 以后破几个大案子就行了 不过这阵子你要低调 这个案子受到传媒和社会的关注 你不要管了 我会安排阿森接受处理 别 看来B阵气氛很紧张 都不敢下来吃 要你买上去 看来A阵很忙 都没时间下来吃 要你买上去 森子忙得头都大了 我们又哪敢溜啊 尼子也垂头丧气 我们也不敢溜 不过真是替尼子不值啊 其实你打火机的确可有可无 如果早点知道这件事 把他报上去 就没这些麻烦 现在不止尼子烦 森子也很烦 钟大壮咬着这一点 很可能摧毁陪顺团 对证人和警方的信任 森子现在接手 这案子很可能会在他的手上败诉 你说多不值 一场官司还败两个死人 非一般这对手 你前方没看透 天堂下 难叫真相围楼 想反方向去走 跳出公式组 有预谋 愚座引誘 要我出手 谁在这背后 你最近很倒霉啊 忽然接个烫手山芋 买咖啡啊 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 嗨 妮子 工作中没有什么烫手山芋 不是我帮你 就是你帮我 没困着思想飞出天才再激动 为了想清楚 曾真相最后 怎么样 怎么样 有没有跟头解释清楚 整件事是一场误会 我们怎么会妨碍死法公正呢 怎么样啊 不管怎么样你说句话 我很担心你 不用担心 上级相信你我和陈伯 我并不是故意的 不会告我们妨碍司法公正 那就好啊 对了 你有没有被头惩罚 老爸 我很累 我想休息了 你走的时候帮我锁门 我知道案子的事我不方便问 但是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说 就是你女朋友 我未来的儿媳妇 爸知道你有眼光 所以你交女朋友 我从来不过问 但是这次我一定要说 上次黑手 帮杀人犯 你说他有专业操守 这次呢 这次你怎么说 无话可说啊 我告诉你 他现在犯了三宗罪 第一 他帮黑社会打官司 现在整个土瓜湾的街坊们 都指着他鼻子霸 说他见钱眼开 出卖良心 是律政眉神什么的 第二 今天在法庭上 他冤枉我跟陈伯伪造证据 我怎么说也是他未来公务 第三 他居然连你也想害 为了赢官司 不择手段 是非不分 那个女人 真是非一般的女人 你要好好想清楚 你从头到尾只会怪别人有错 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也有责任 整件事的罪魁祸首根本是你 我哪有错啊 我只是为了帮街坊 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事情交给警方处理 也就不会出现拿错证物 这种低级错误了 你以为我愿意啊 当时兵荒马乱 我发现搞错了 马上通知你 而且赶紧跟你去找 找不到能怎么办 你发现弄错 但通知我会不会已经来不及了呢 我怎么补救啊 你为了当你的福尔摩斯 为了在那群街坊面前显摸你害的 我不说了 我今天给你打了一天电话 你都没理我 我今天给你打了一天电话 你还好吧 你说呢 我知道你今天很累 要不我陪你去逗风 你为什么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呢 我们说过要公私分明吗 不能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到生活中吗 我不是要跟你说公事 不要说私事 说我老爸的事 你真的觉得我老爸会串通陈伯冤枉 冤枉观赛丁吗 你明知道牛威和观赛丁是有罪的 为了赢官司 你有必要能让人身攻击他们吗 我在法庭上说的每一件事 说的每一句话 都完全符合辩护律师的守则 绝对没有人身攻击 你不要因为被盘乱的是你爸 就公私不分行不行啊 我公私不分 我没有你公私分明 那头捅我一刀 这头就挽着我的手继续当我的女朋友 我做不到 我身为辩护律师 在庭上我要尽力帮我委托人辩护 收工了 我作为你女朋友安慰你 两个场合两种身份 并不抵触我 不抵触 你这把你在庭上捅我那刀 捅得有多深 上级连那刀 要在我的行为部上记一笔 你知情不报 难道也是我的错 我拜托你 别把自己工作中的错误 怪到我头上 我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不觉得这件事 没有任何问题 你是这个案子的OC 我是这个案子的辩方律师 我想我们最近 还是别有任何接触了 案子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上级要我别管 找了别的同事接手 你满意了吧 可以专心打你的官司了 法官阁下 各位陪审员 在本案开审之前 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务人员 以及案中的关键证人 都对我两位当事人充满偏见 这一点可以在证人 和警方对证物打火机的处理方式上 得到验证 关键证人沈洪福 为了让被告罪名成立 不惜将一个明显不属于 第二被告的打火机 说成是用来纵火的凶器 而当警方知道证物出错 也很配合的不只是没承报 还选择隐瞒 警方在搜集证据方面 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 因此起诉第二被告纵火 绝对有违公益 连带第一被告的教唆罪 也应该撤销 所以我恳请法官阁下 以及陪审团 判我两位当事人 罪名不成立 牛威棺材丁的案子怎么样了 谢谢啊 改天请你饮茶 怎么样头儿 你绿智斯的朋友怎么说 他说钟大壮在法庭上 直接攻击警方和证人的诚信 连法官都说案情复杂 给陪审团一晚上时间讨论 我听七哥说 钟大壮结案陈词的时候 说的那群陪审员只点头 看来不大乐观 钟大壮那么会说 如果陪审团真的认同他 那牛威和棺材丁 岂不是无罪释放 游戏机赌博集团的报告 我今天晚上会熬夜搞的 你个臭小子 莫瑟经过就装努力啊 难道他能知道我们在聊是非啊 又有点脑子 喂 你们有没有看到莫瑟搭着森子的肩膀啊 没戏了 以前尼斯尔跟森尔并驾齐驱 还能比一比 经过这次的事 再有好的马也追不上了 福婆 厉宰呢 有没有跟你说那案子怎么样了 哎 不是吧 监控录像明明拍到那些蛊惑在放火 我们也亲眼看到了 这也能脱罪 就是就是 那个法官还要那群陪审员瞎了 简直是没天理啊 可以啊 怎能天理啊 大家静静静一静 案子明天宣办 不要说得跟输定了一样 要坏就怪莉宰那个女朋友 念那么多书 还黑白不分 竟然还透我的话 再优秀 再漂亮也没用 莉宰这次真是看走眼了 要我说 这回货手根本是你 无缘无故把你的打火机给我 就是因为那个打火机 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你赖我 我一发现弄错了 就第一时间告诉你 当时案子没审完 是利宰自己没报上去 要是说 也该说是他的作 干我什么事 我儿子 他是顾存大局 这案子 其实根本是十拿九稳的 他不上报 是不想节外生枝 他也想帮我们抓到那些混蛋 我儿子 赌上他的钱都帮我们 你现在竟然说是他的错 我没有你这种学法 我要安分你 什么 安分我 利宰回来了 我们别打扰他们父子啊 走走走 你家做饭去啊 好 去做饭 儿子 老爸 你的个性老爸是最清楚的 别理不相干的人 老爸买了很多海鲜 今天我们要好好吃一顿 要不要我帮忙 以你的厨艺 待会儿多吃点 就是帮我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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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裁定 第二被告纵火罪名成立 警方这次在处理证物方面 明显欠妥当 但是因为其他证据非常充分 所以让两名被告罪名成立 希望警方日后在检控方面 加以改善 我先去开车 你是不是应该要对我说一句话 恭喜你啊 赢了官司 我不是要听这句 那你想听我说什么 刚才法庭已经还了我一个公道 关于那打火机 法庭并不是还你一个公道 法官也有批评你们警方 赢的只是香港的司法制度 你就是错在太执着于打火机 一发现那个政务打火机有漏洞 就一直追着他死咬着不放 为什么非要针对这一点 偏见是会让人犯错的 说到底 你还是觉得是我害你被记了一笔 影响你前途 没有 我只是不同意你 作为我的女朋友 在庭上说的那些话 不只是伤害了我 还让我老爸很为难 让你爸为难的不是我 是你 是你拿你爸当借口 平时说的再好听也没用 什么公私分明 原来不是所有人 都能经得起考验 总之我会坚持自己的原则 你那些不是原则 是固执 既然我这么固执 我们想法又不一样 说下去也没意思 好 好 那以后别说了 是你 有点点 我还要好好打赞 那你心得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最耻辑 你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全不透过